我很久沒見過黃劍 拯救大恩行動 四兵拍攝大人 好熱啊 好熱啊 狗狼都是我的腳下 各位 大家好 歡迎養牛肉 好 比喻我們這次旅程 其中一段最辛苦的路 就是開頭上這個沙田咬道 1比5的斜路 我們正在走上這個發狀子 什麼都不用說 已經可以開始表足了 好 大家好 這次我們又和大家來走獅子山 其實呢 今天我們又和大家來走獅子山 其實呢 我都應該走了兩次 今天呢應該是拍片的第三次 上獅子山呢 其實有好幾條路的 我們之前就走過這個北脊和西脊 其實在南邊和東邊都有路的 而我們這次就走這個 東邊的石馬脊 我們現在就在旁邊這個 發狀子這裡開始出發 大家如果想來這裡發狀子 就可以在黃大仙站 沙田咬道走上來 或者在這個 池雲山北巴士總站 走過來也可以 現在呢 我們就在 這個 發狀子旁邊 這個樓梯 開始出發了 好 Let's go 我們這次的路線會由黃大仙的發狀子 開始出發 經過這個石礦場 石馬脊 石馬 傻人塔 獅尾脊 去到獅子山山頂 然後由獅頭方向下山 經回歸亭 去到天馬苑作為終點 這次行程是3.5公里 需時是3小時 難度是4.5顆星 好 上樓梯沒多久 我們就在 分岔道右邊這個樓梯上去 很快就 在這個發狀子旁邊 走完這個 一小段樓梯 就即將進入這個 攀爬路段 有少少攀爬的路段 那就看到 路面都不再是文明的 石屎地了 已經是這些 泥石路 都有少少要攀爬 昨天下完大雨之後 今天 一定有些影響 你看到 泥土也有少少濕潤 大家小心 你不用戴 我不戴的 玩得踢 不要再說話 不要再說話 好啦 走吧 大鼻不如你摸紅 紅了之後 很多東西都不能說 那我就會問 怎樣 你養我 那張拍子那個拉屎 你養我嗎 大人你說的最適合 我養你 太陽伯伯 開始來了 你看到 太陽伯伯開始想 還有那個高低叉 你見到 油王都開始用手了 那你見到 我們在這個 電塔旁邊 早段的山路 應該是高低叉都不細 不容易 已經有繩出現了前面 這麼快 這麼大惡 這陣子呢 太多口不責疑 然後呢 又沒有什麼人懲罰 是 大靈 唯有你帶自己 自走 對 教訓自己 哦 有分叉路 看看地圖 好 段果是右邊 這裏不玩書包佬 剛才說的 沒有書包佬 這裏是不會有書包佬的 因為這裏不是郊遊徑 又不是那些 麥徑 又不是衛奕徑 港島徑 這裏不是那些 沒有競名的 這裏 不是政府的規劃路線 對 亦都沒有人修緝的 所以是不會有書包佬出現 官方人士修緝 對 可能也有些有心人士 對 收一下 對 大修橋補路 對 就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踢力不討好的事 對 又經過一個電塔 他掩著 一些重要部位 對 這裏有 強烈的輻射 如果你不上山 那你多點來 我修修下 那輻射的氣息 對 那輻射上山 就是一個疑問 對 那可能要問了 好 來到 這個電塔旁邊 這個位置 其實這裏是一個分叉路口 我們應該是向右邊的石馬隻 而左邊呢 就會去這個施尾隻 對 那這裏 要是大家自己看圖應路 或者就看地圖了 或者看這條片 對 好 繼續向前面這裏 橫過這裏 類似引水道的問題 向前 向前方 對 現在是稍為平緩一點 比起開端那裏 平緩一點 因為馬上又要進入 翻牌的路段 對 很難說廢話 但你試試說 說什麼好 好 講學車 其實呢 我呢 就是沒有車牌的 但其實我都 需要學車的 都需要學車的 這麼大個人 對 那或者可能不在香港 都要去外國開車 所以 現在 已經準備去學車了 成精 對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呢 是一些 私人教車師傅 那 可以大家 PM我 或者 留言 告訴我 你是教車師傅 那我就 或者是雙屬教車師傅 那我就 可以找你學車 大家互相幫助一下 大家聊聊天 對 了解一下大方 對 喜歡什麼顏色 對 可能我就會由這個 行山頻道 變成這個 駕駛 汽車頻道 沒有人成獎 是啊 我的汗已經多了 可以煮碗湯 嘩 又可以賣錢 又放去 www.dian.com 好 那我們來到這個分叉路口 剛才呢 我們走了上去左邊 這裡一點點 但走錯了 不是我們預想中的路 它就是在石馬直 和施美直中間 那我們又走回頭 在右邊這裡 看到有些星鐵蠟雜 人為廢物 我們在這裡 二知人類 曾經居住 我們在這邊 轉右 就下去了 看到人這麼累 就知道走錯了不少的時間 大臂是最近輕玩些什麼 是啊 經常走錯路 但是不要緊 都是出發上早 錯誤 還有跟人生一樣 總會走錯路 不是critical heat 好 穿了出來這個小平地 我估計 走出去外面先 好 好 我們在這裡繼續向北走 好 好 好 我們剛才在後面的星鐵蠟雜 分岔路口 就穿了出來 現在回到開闊的地方 就看到了 這裡 就有一些人工的石屎地 我就沿著這條路 走去前面 再去前面 就往石礦場 我們今天的組合就是 我們是 總麗組的同事 沒錯 是的 各位 大家好 歡迎來到 大鼻摩索山 又一串 好納手 哈哈 走完這個石屎路 我們要找出口走去石礦場 略為右邊 略為右邊 是 鏡迷宮也太棒 草迷宮 我們退後一點 可以看到 這裡 是一個 小山 其實是一個爆開的石礦場 哦 即是剛才我們看到一塊東西 有個 有個小高位黃色 就是這個 我用字很癖 是的 但是這個 就不是比較出名的石礦場 這個比較小的 我們來看看 是一個大石礦場 那個應該明顯一點 看到一個大的峭壁 我喜歡一些大一點的 是 好 繼續再過一次 再過這個引水道 引水道 是 也是豬魚族的大陰 都能夠抱得過 向左走向右走 應該是右前方 這裡的路況 因為這裡比較多 分岔路口 是的 因為這裡 石馬隻 其實都分內隻 外隻 和正隻 中隻 我們今天要走的 就是正隻 要糾正 糾正 對 又來到分岔路口 左邊有疑似的小路 右邊有明顯的路 中間也有明顯的路 我們選擇中間這一條 石馬隻之草迷宮 石馬隻之迷離境界 石馬隻之迷宮處處處迷 究竟我們整條片說了多少分岔路口 是的 可以數 又有分岔路 這樣就對了 對嗎 即是我們是跟著分岔路口找到 是的 右邊 我們一回望到小石礦場 這個位 對了 剛才說過小石礦場 壞石崙 還可以開始看到 香港九龍 密密麻麻的高樓大廈 始終我是私城柳中原的 好 上了一段小扯波之後 就要靠右 如果靠左 就會去到石馬外隻 即是 外隻和正隻的分岔路 要繼續上山 沒錯 看到眼前也有些小路 可能不知通往內隻 小路分之路 走之前就最好看一看地圖 起碼是正方向 整個 整個 哇 哇 哇 不是要這樣走上去吧 我們來到這個 就是那個大礦場 石壁 這裡多漂亮 還有回音 不如我們畫幅壁畫 好 想問我們是否這樣走上去 不用 我們看到旁邊這裡是有路的 即是嵌座有路 但是你見到 有人都在那裡 看到那條繩 我猜有些人 可以放那條繩下來 讓一些人特地攀上去 你知道吧 可能其實未必會有危險的 但我想我不是失足而往生 通常應該都是心機降生 而往生 這樣 好 我們剛才就在這個 重林道走出來這個 石礦場位置 我們就不是在這個 石礦場直接走上去的 我們就在旁邊 那這裡有條小路就繞上去 在石礦場 旁邊這裡 就有一條路 是沒有的 你先不要搞了 大哥 又要看你怎麼走 又要被你姓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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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找路 你不要大壓力 又要兼顧綜藝節目 又要兼顧這個難度挑戰 又要被人姓騷擾 你不是好啊 我沒看見你姓騷擾 你不是好想啊 他已經開始 是不是這裡就開始玩西賈牙的東西 不知道 應該還未去到那個 那麼難的位置 現在是西貓牙 那就走著再看 那你見到這裡 就開始要 要手腳兵用 要手腳兵用攀爬 我們綜藝節目組就要了 左邊就可以看著這個石礦場 在旁邊 就 都不叫走上去 叫爬上去 我經常都無辜辜參與 挑戰組 挑戰組 明明我是中藝組的同事 我挺喜歡 我是中藝組節目的同事 是 在這裡先看出去 好啊 那你見到 這個就是那個 石礦場的旁邊 很漂亮 可以見到 這裡看上去的風景也挺漂亮的 但我們就 一定不會在這裡攀爬了 那石礦場向出望呢 就可以看到 慈雲山 或者下面 九龍一帶的景色 我們在這個礦場旁邊 都挺陡峭的路 開始攀爬了 這裏呢 就都要 都可能要手腳並用的 啊 還有這裏都 攀升幅度挺大 有少少消耗體能 是 中藝組同事就一定手腳並用的 是 好 那見到現在呢 天氣開始晴朗了 是 要出發了 在晴朗的一天就 快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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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自己的訴求 是 高高高 咦 到這裏 都 要有些攀爬 是 在大概這個礦場頂的位置 現在都還可以開機 沒有難度 沒有難度 還是單手模式 哇 哇 去了一個 開陽的位置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裏 哇 我們現在就叫做 在這個礦場的頂部 看出去就知道了 好 下面就是那個礦場 好 那我們繼續在這個石馬隻上面攀登 我們大概都 這個石馬隻 我們都叫 差不多走了一半 一半 這麼快啊 差不多去到石馬 果然是三小姐的玩法 是啊 其實在這裏上師尾 其實都快的 而且還是要說一次 這裏是有些風險的 最好不能走 是啊 其實到處都不好 而且出發前就做好準備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看好地圖 是好的 是啊 水啊 地圖啊 這些必須的 我去華山 就是華山論劍啊 就是華山論劍啊 但是呢 有些人說讀華山的 華山的 華山的 我們看到臨上石馬之前 這裏有個 必須要手腳攀爬的位置 應該 除非你硬頂 不用手而已 就像我這樣 那是不對的 是啊 那是要量力而為的 是 太陽伯伯會不會在 那裏 不需要說了 你先上去吧 現在它也曬著 哈哈 你只是維持著它 他現在在這個位置 狂給太陽伯伯 我們呢 就在陰位置 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評論 哈哈 唉 好吧 帶你上去吧 看看上面有沒有位置可以 先上去吧 哈哈 我很久沒見過黃夾 看到這裏爬上去 都可以的 不過如果你看出去外面 只有一個很斜的斜坡 就可能有一點點壓力 但如果純粹攀爬來說 都還可以 是 中藝組都表示是還可以的 因為去段路有得休息的 是 即是 不是 不是完全是 哇 站都不能站了 是 是這樣的 看到了 這裏呢 就繼續有些比較斜的 攀登位置 可以看到這裏有個大石 你可以在這裏上去 又或者好像我這樣 在旁邊 這裏走上去 那我這一邊呢 就好像沒那麼斜 但是呢 旁邊的危機就大一點 那大家自己選 那 中藝組的同事呢 就有一點點 畏高 所以它就不會走這邊的 因為其實我都要繞到外面的 這個位置 你見到它們走裡面 都要繞到外面的 最終都要在這裏上 我想最危險應該是這裏 是呀 是呀 提醒大家 那這裏呢 你見到有一些 一片片鬆鬆的藍石 或者 這裏有些蟻蟲 有時不小心卡住 那些三副鞋物 這條路 就會有些搞鬼 就會 反而增加了難度 是呀 這條繩 是呀 我覺得就不是太可信了 是呀 你說都不可信 有人試過 你拔這條繩 這條繩斷了 是呀 但是 我上來看看 是呀 除了這條繩 好像是彷彿 因為這裏上去 有機會是GG的 就是 無底心痰 是 行不行 你不行就 你現在拿著那個石 穩不穩的 穩的 但是我左腳要大幅度跨 要不然你就靠右邊這個 是呀 因為後面真的是圓崖 是呀 如果你靠右邊這個 滑下來 都還有 左腳上這個 然後右腳上釘 是呀 暫時靠著這口包 好 然後都可以上去 看到都還可以 是 是 不過就應該要靠這口包 或者這個 或者這一個 這裏有個 卡位 好 大家你上去 我看 我看我 我放著你上去 好 你現在安全了很多 是 你上到多一格 就直接坐到 你現在安全了很多 是呀 好 因為 因為呢 始終呢 後面呢 是一個圓崖 因為如果一不小心呢 就真的 是 是呀 即是都 我們都想小心為上 三個人上來 三個人下去 是呀 但是始終 這些人工的東西 可能隨時都不可信 我就試拍一下 就用 靠天然在左邊 純粹石頭上 都是不靠繩的 這裏的繩子 就不可信 不過攀石都小心 都有機會會鬆脫的 是呀 還有你看到下面呢 都已經是懸崖的了 你一鬆走 很有機會滑下山的 所以這裏就幾大風險的 大家上下都要小心 是呀 還有最好有人照顧著 不要自己走 都是那句 我們都想三個人上來 三個人下去 是呀 安安全全的 是呀 但不想三個人上四個人下去 是呀 那我上來了 第一下就已經框很大了 好 其實上了第一下 就已經比較安全 來到這裏 好 就過了幾危險的位置 之後我們就再看一下 這裏就風險最大 但是來到這裏就好像比較 比較斜 都不敢肯定 是呀 你看到斜 但是就 不會一直滑到底 但我們都不想發生意外 是 好 那我們繼續吧 中藝組同事 是以中藝為主的 是呀 都是想大家開心的 是呀 都是想大家開心的 是呀 我開不開心都不要緊 希望大家開心 最重要是大家開心 不過如果我們發生意外 為大家開心呢 我也不想 哈哈 就有點過分了 太多了 好 那我們就開始攀登這個 叫石馬隻 最危險的位置 看到這裏下面就是 大概懸崖 但我們還未完 我們還要繼續上 綁殺 好 好 好 我想知道 這裏呢 都 都頗危險的 是 看到左手邊 都有一些扶手位置 叫做扶手位置 那 大家都要小心 現在暫時 對中裏面最不小心 沒錯 是 好 又過了一段斜坡 不是 你沿著你的左手邊 是上到的 有些扶位的 但我要幫幫你搞定 這條繩先 因為呢 你見到這裏有些 好心做壞事的繩 打橫 好啦 那這裏呢 你見到上到來 有機會卡到 哇 我這裏沒有位置 我可不可以用這條繩 是呀 Riman 你右腳踩過去遠處 是嗎 是呀 然後就要 是呀 看到這條繩就很深重 是 蜘蛛盒 是呀 嘩 這塊石很 是 不穩陣 行不行 你自己上來先 但是你想你左腳會踢繩 好 因為繩不是太幫到手 好 我過去幫大家先 好 你等我半秒 你上到這裏 是 雙手黏住這個位 是呀 是呀 你右手拿這個 不要抹這條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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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抹過繩 你不要抹過去 我幫你 小心背落歐道 這條繩真是 是啊 真是很類似 好 在大鼻準備幫大恩 上來的時候 其實 我已經 成功沿著這條繩 和一些握位 就上來了 這裏 都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 都是很優美的 好 又看這邊 與此同時 時間一轉 大鼻已經準備好 拯救大恩行動 Saving Private Dying Saving Private Dying Saving Private Dying 的行動 就完成了一半 接著大恩就橫行 你不要完全借力 在樹枝上 那些很… 斜斜地 你左邊的臀部 可以在Isa都做 對 好像Johnny Walker 剛才 有個斜斜 對 更安全 我不知道可以怎樣 我的人生才可以進去 你跟著見到有樹的極位嗎 你的腳能不能踩到前方 樹的位 對 OK 來這邊 走向我前 走去我的… 對 這個位 對 踩這個腳尖下去 是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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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拯救大恩行動 拯救… 拯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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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 王傑恩 他剛買了一個新階盒 是 黃色的 所以成為裝作 黃傑恩 Gaborder 好 好的 我們剛剛攀爬了石馬前來 頭 calls 但還是有危险的別ывайтесь 我們看看宜帶 眼前在東九龍方向 今天天気 card 看到很多香港的高楼大厦 远方应该是飞鸽山、慈云山 下面这个方向就是沙田坳狮子亭方向 我们继续沿嶽山路上去石马 我们都差不多上去石马了 已经过了我估计最危险的一段 刚才那些石真的困难了 真的要通力合作先 已经看到草丛间的石马了 差不多了 大恩应该看到了 看到他的嘴巴 有个像小蜜蜜 下爬兜兜 有福气 妈妈说老婆要选这类型 我们看到石马的石马 看到有个下爬的位置 石马下爬有个窗 反而我觉得他像狮子王的大狮子 即是阿申巴的父亲 对 为什么不像刀巴呢 都是那个 都是貓科 是 那我们就上到这个石马了 大家看看 这个石像不像一个 围虎狗 码头 看到有个下爬 其他一些就自己想象了 先逗一下马头下爬 先逗一下 看看他会不会承受我的座棋 拿他回去 他会动啊 等一下他 以后就可以骑上山了 是啊 乖 哇 好宏伟啊 人是几秒少啊 好了 那我们上到这个石马 这个位置 就开始可以 放心少少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在他下爬位置 那我们在这儿 就兜过去石马后尾枕 那上到这儿呢 在这个石马后尾枕 这儿有条石房 我出去看看 这儿挺有趣的 出去看看 对 左边这个就是刚才那个石马 那我们走到这儿 哇 这里可以拍摄摩托照 我想出去石马顶 那你叫石马顶 外边这里就有天地正气 四个大字 啊 好啦 那我现在呢 就上了这个石马 的顶上面了 哇 这儿都挺危险的 看来 我自己都有少少 威高的感觉 那我在这儿都 不要停下太久了 那我先跟回大队 那大队要回到那边 嗨 哈哈 挑战吧 那我们刚才呢 就在这儿 这样爬上来的 好 现在看回有点害怕 好 掛机先 这儿真的危险 怕不怕 怕啊 真的 我真的怕 看回来的 看回来的 好扯啊 这儿 哇 射天地正气 那人真是 应该不是就这样 徒手的 应该是有些 成熟帮手的 这儿有点尴尬 你看到呢 天地正气 就在我脚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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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回去先 都挺害怕啊 最害怕的是 被那些树勾到啊 我觉得 这儿的矮虫呢 一两棵树的 哇 靠着手啊 好 好 搞定了 你都算是艺工人 是啊 是啊 好 那我就在这个石马天地正气 这儿爬上来 继续上去啊 我们之后会接让这个 这个 尸尾石 就上尸尾 那 没多远呢 就会到达这个 傻人塔的了 咦 傻人塔啊 我喜欢啊 为什么啊 因为它很正方的 它的头是晴Square 是 三水 那这儿有分叉路口的 那 那 我看路向就靠左了 但我猜 靠右都应该 可能都 去到的 我们应该很接近傻人塔的了 是吗 可能随时会失去了 啊 是啊 双山浮海 浮游 drub 一塔晴天 起碎 这个是不是傻人塔啊 傻人塔啊 是啊 是啊 它就是傻人啦 它是傻人 应该是傻人 好像是 傻人是晴Square 好了 我们在石马攀升了一段之后 就可以看到一个 比较开阔的景观 这里看到整个九龙 旁边可以看到 狮子山顶啊 那这里呢 现在身住呢 就是这个 倒塌了的傻人塔旁边啊 啊 不知道它本身 是怎样的呢 啊 唉 那又不考究了 现在太热了 哦 好 眼前就是 应该是尸尾 我们就要即将登上尸尾 哦 我们过了 傻人塔 就叫做 向着 沿尾的 上尸尾 我们要登尸的 是登尸的 是吗 是啊 好棒啊 现在我在这里飾演 回家庭的妹妹 是 我呢 接着 哥哥 哥哥是爸爸 还有爷爷 哈哈哈 skip了一段 是的 是的 即是他现在有千多岁 是的 但是再封来到呢 都有三十几天 是的 人生 于世上 有几个自己 多少有 而能 長全 哇 真的好曬啊 是啊 太阳伯伯在那里 这么吵 很厉害 很厉害 我的右手 哇 有风啊 风景都很漂亮啊 开始 哇 火九龙 又分开 又分开 哎呀 开始见到 沙田了 另一边 哇 哇 很接近师美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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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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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呢 頭上就沒有暈了 我們現在就在這裡 曝光了 為什麼你說 它只有1%的風 是不是到了 是不是到了 好啦 好啦 我們終於到斯美了 好啦 那我們 就在這個這麼嫌疑的天氣 就走過了石馬隻和斯美隻 就上到這個 斯美的最高峰 看到了 左邊就是九龍 另一邊就是 新界沙田方向 啊 我們上到來 要立刻找陰間休息一下 真的很熱 不說那麼多 先休息一下 嘍 一 enfer 四那 快點 一遍 三 這 六 一 二 二 三 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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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